開始之前我們要問你一個很哲學的問題 你們為什麼叫郭家鋒 我真的不知道 是我爺改的 我收的封是 我家裡有四兄弟姊妹 一個堂弟一個堂妹 加了我姐姐四個 分別叫加麗加封加慧加盡 當然是廣東的代表人物之一 應該是我爺爺隨便改的 唯一最特別的就是 我一輩子大家都用金字哪個封 我是用山字哪個封 可能我是來自大山的太子 所以我們今天問的問題就是 廣州各個區的區名是怎麼來的 關什麼事的 關個名字是嗎 OK OK 糟了 有得選的吧 沒得選 我有必要離身一下 小弟直貫潘儒 我小時候是田潘儒 我們以前叫出廣州 就是 你叫什麼名字 OK 來 第一個 白雲區 而且那邊的空氣清新一點 周時都藍天白雲 提示就是白雲區有個很出名的地標 白雲山 對的 蛤 那白雲山怎麼來的 白雲山是因為你去到山頂 看到藍天白雲圍著自己 嘩 很漂亮 所以叫白雲山 都對的 嘖 這些就叫色鬥了 行了 我正確 第二個區 月獸區 月獸山 與此類推 是對的 月獸山中的霸氣 月獸山為什麼叫月獸山 嗯 月呢 我們查到是因為 藍月王 然後那個獸字呢 我們查不到 就是希望看有沒有彈簧可以幫我們補充一下 第三個區 花刀區 思路是一樣的 蛤 又有一個花刀山嗎 但是我對花刀有什麼山不是很熟 其實就是因為那裡附近有一座花山 哦哦 花山 繼續吧 繼續吧 南沙區 南沙天后宮 為什麼不叫天后區 不叫天后 因為天后在香港 南就是一個方位 南方 那沙是怎麼來的呢 哦 因為那裡是近海灘 近海 沙灘 但是不是沙灘 即是那裡有很多運沙 什麼沙的產業 不是運沙 因為那邊是在明朝的時期 去到明朝我真的不懂了 省城的南邊 然後很多沙田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叫南沙了 由明朝開始就已經這樣結了 哦 泥灣區 泥灣那條叫什麼 泥灣河 泥字只有一個解釋 是啊 泥芝 泥芝灣 對 啊 泥芝灣 下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天河區 它是因為一棟建築物 天河 百貨中心 是天河體育中心 那天河體育中心 為什麼叫天河 誒 問得好 是因為它的原子是天河機場 那裡原子是機場 是 哇 那天河機場 為什麼叫天河機場呢 是因為附近有一條天河村 那天河村為什麼叫天河村呢 天河村裡面會不會有一條河 這條河 大家也叫它天河呢 沒錯 是有一條河 真的一點難度都沒有 是因為當時出生於 廣州海珠區大唐村的一個軍閥 叫李福林 他就來到廣州之後 勢力開始擴張 就將自己的大唐村 改成叫天池村 那他就派人去各條村遊說 就希望大家以天字為頭 哇 將那個村名改了 一個字頭的誕生 這個說不定 我是天字派 那當時 我給你一個樂 我叫天樂 哈哈 算是猜的 增城區 以我的了解就是 城市裡面很少會增加 這個動詞吧 我不知道動詞就算什麼了 肯定是從這個字開發的 增城 因為本身不應該有這個地方 或者是否應該增設多一個地方過來呢 正對的 哈哈 這個增其實是很猜的 下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海豬區 海豬橋 但是海豬橋是有了海豬才叫海豬橋 哈哈 我給你一個提示 好 你看前面有山 有河 有江 這個不是自然的東西 是自然的 你一定猜不到 我一定猜不到 嗯 開猜 你開吧 我真的做不到 是因為海豬石 是很難猜到粒石 你知道我的圍道是上升到空氣嗎 蟲化區 從來都這麼有文化 蟲化 你說吧 我應該猜不到 辱文從上之化 軟文歸化的意思 那它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句 我聽不明白 你有沒有白話文 下一個 黃埔區 埔應該是江邊那些地方 沒錯 黃埔 黃是形容黃色的水 是因為 我現在在想這個 你不是沙 不是水 有什麼是黃色的 你其他東西黃色是很大件事的 你明白嗎 現在是 黃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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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下一個你知不知道是哪個區 潘漁 沒錯就是你的家鄉潘漁區 潘漁 有個提示 萬變不離其中 又有一個潘漁 是 但是不是潘漁 漁山 對呀 漁山我知道 因為我們有一個漁山高級中學 還有另外一座山 潘山 對的 讓我百度一下 我看看有沒有潘山這個東西 潘山是有很多東西的 潘山什麼中心什麼圓區什麼什麼 真的沒有一個潘山的這件事了 就可能是很多年前這個地方叫吧 今天的問答結束了 就算今天你說有猜對也好 什麼沒有猜對也好 是很正式跟你說的 全部都是撞出來 當然我知道有很多人是這一方面的訊息 比我了解得更加清楚 輕頻 再一次多謝大家 記得轉發 收藏 點贊 一件新的 差不多我回潘山 直接跟你說你跟我說潘漁 我不知道 這個是一視同仁的 你明白嗎 就是絕對沒有大小的 你跟我說潘漁 我都回答你不知道我是潘漁人 就純粹是因為我沒有文化 這件事很簡單很單純的 完全沒有個人參習任何的意見 就是沒有文化 不要緊 大家一起學 是的 我們都是查到資料之後才知道 繼續